它裡面的醬濃到我可以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再回來都不會打翻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之前我跟大家介紹過就是那個 炸雞的罐頭 就是這個 其實我有多買一些 然後還沒有吃 就是這個唐揚的罐頭 然後它分別有和風醬油味跟甜辣味 還有這個燥燒美乃滋的口味 然後我那時候大家還記得嗎 然後那個時候這三種口味都有試吃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個甜辣口味 然後那時候也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那甜辣口味是不是有點像是糖醋的感覺 其實跟糖醋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其實有帶一點微辣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不太一樣 然後我今天這一次要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什麼樣的日本有趣的罐頭 因為我覺得大家好像對這還滿有興趣 所以我這一陣子只要去便利商店 或者是超市 我都會跑到罐頭去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一些有趣的罐頭之類 然後終於有找到 又讓我找到了一個很奇怪的罐頭 然後我今天總共一次要開兩個罐頭 首先第一個是沒有那麼奇怪的罐頭 就是這一個 這個其實我之前在上一部影片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焼鶏 就是烤雞肉的罐頭 然後它這個其實也有分很多種口味 然後我這次是只有買了它的這個醬燒 醬燒的烤雞肉口味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觀跟這個 唐揚的外觀 其實說真的非常的想 因為它們是同一間同一間公司所出的 有沒有 它們都是同一間的火鐵衣所出的 連那個字體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在選的時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記得看旁邊的圖 要看一下旁邊的圖 烤雞肉是這一個 這一個圖是烤雞肉 然後這個是炸雞肉 大家不要搞錯囉 然後另外除了今天所要介紹的這個 烤雞肉的罐頭之外 還有這一個 這個是另外一間罐頭廠商所推出的燒肉 而且最後還寫一個牛 顧名思義我想它這個就是烤牛肉的罐頭 就是我們一般在外面吃燒肉的那種燒肉片 而且它看它的圖上面也很像是那種 一片一片的牛肉片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試吃看看這兩種 其實我這個焼鳥罐頭 其實也是還滿有名的 在日本上 基本上你在便利商店 都可以看到在賣這個烤雞肉罐頭 然後大概有鹽味 醬燒味 口味等等 你們可以去自己找找看 這個是市面普遍上來講 最容易找到的一款就是烤肉的罐頭 然後這一款是我在市場 也就是超市所找到的 這一般我在便利商店還沒有看過 不過它也滿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買回來一起吃吃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把它打開來看看 我們先來開一下這個好了 這是這個 烤雞肉的罐頭到底是長什麼樣的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它這個其實還滿薄的 它這個厚度其實還滿薄的 所以這應該一人份左右吧 然後這應該是滿適合下酒 來 我們打開看看喔 せーの 哇 它的光澤感 超棒的耶 我舔了一下它上面的這個醬 它裡面那個醬燒味很濃厚耶 然後它的確是有一點點那種 烤雞肉特有的那種醬燒的香味 而且吃起來是有點帶甜甜的感覺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耶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的口感 到底如何吧 我們上次有吃到說 它好像是用雞胸肉 所以口感比較不佳 目前這看起來 其實因為它裡面都是醬燒所以看不太錯 我們先吃吧 開動 這還不錯耶 而且它那個呢 大家仔細看一下 醬燒雞肉的部分是有帶皮的 上面這一個就是它的皮 就雞肉有帶皮的部分 所以你在吃起來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油脂的香味的 然後它的醬燒也很濃很香 那你看到它這個醬汁基本上是超濃頭 基本上不太會滴下來 可是肉的部分呢 我覺得它肉的部分還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偏硬的關係 是不是罐頭的肉吃起來都會比較便宜 不過因為它幾乎每一塊肉都有黏一塊雞皮在上面 所以那個雞皮跟肉有稍微中和一下 我是覺得吃起來的口感是還不錯的 這個會讓人家一口接一口 而且它這個鹹度也是夠的 雖然說單吃也是可以不會說太鹹 不過如果能夠配一點小酒配飲料之類 我覺得也是還滿不錯啦 就是你可以跟三五好友 可能來日本玩的時候 你們就買幾罐放在中間開 大家邊喝酒邊聊天邊配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試吃這個 燒肉罐頭 這個它上面寫牛 所以說不能吃牛的人應該是不能吃的 我看一下它裡面的內容 它說這裡面有牛肉 然後醬油 砂糖 還有那個薑汁 還有糖心脂 就是那種小辣椒 主要的東西在這裡面 所以說你這個 你不吃牛的人是沒有辦法吃這個 打開之前我先預想一下 我現在裡面可能是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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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裝 就是弄成一罐 我現在想大概是這樣 然後它的肉呢 我是希望燒肉 我覺得最基本要有那種炭香味 好 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看到底有沒有 先把它打開來看囉 好 預備 這有跟我預 好像差不多耶 跟我預想的差不多 它好像是那種一片一片漏在裡面的感覺 然後光澤感好像也還不錯 我們先把它 先把它打開來 它裡面還有一點點牛的油脂 結晶在裡面有沒有 上一次其實也有人推薦我說 要不要把它加熱之後再吃 不過我想說因為大家一般來講 吃罐頭我可能都直接打開就吃了 所以我就是以直接打開來吃的感覺的方向前進 對 請大家見諒一下 我們來挺一下它的醬汁好了 它有一種牛肉乾的味道 牛肉乾的味道 可是這跟燒肉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吃吃看好了 然後裡面就是像這樣子 一片一片的牛肉 它的牛肉其實都還算是有一點點厚度的啦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牛肉片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它裡面的牛肉片就是像這樣 這個算是比較大片一點點的 然後它的醬就是有包覆在外面的感覺 我是覺得應該是滿夠味的 就我剛才所填那個蓋子的感覺 我覺得它應該有點偏接近於牛肉乾 先來吃吃看囉 有牛肉的香味 雖然說它的味道像牛肉乾 可是它的嚼勁比牛肉乾再稍微軟一點點 有帶一點點淡淡的薑味 好吃 我覺得以好不好吃來講 它算是好吃的 可是它沒有我一開始所想像的那種 燒肉應該要有的炭香味 這點是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不過就以罐頭來講 我覺得它算是很好吃的一種罐頭耶 這邊有一片超大片的… 使用蒸的牛肉沒有錯 因為它那個肉的纖維感很重 可是就口味 味道來講 它有點接近於牛肉乾 就跟我們一般的燒肉還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吃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這種罐頭類的東西 上次的炸雞 唐揚跟這一次的燒肉 都讓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吃氣氛的感覺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說真的 這真的跟我們現實所吃的那種烤雞串 或者是烤燒肉 燒肉牛肉 還有像那種炸雞 唐揚 味道都還是有一點點落差 不過就好吃或不好吃來講 我覺得它們算是好吃的 只是我覺得可以算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料理 這一點就供大家參考一下囉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所介紹的這兩款 分別是這個焼鳥的罐頭 跟這個燒肉的罐頭 你看它裡面的醬濃到我可以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再回來都不會打翻 就是知道裡面的醬有多濃稠了 這兩種不同的燒肉試吃的一個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如果大家對於這兩款罐頭有興趣的話呢 這款烤雞肉的罐頭其實基本上幾乎所有的便利商店 都有在賣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找找看 然後這一款燒肉 就是烤肉 烤牛肉罐頭呢 我是在超市找到 大家可以往超市的方向找 也許比較有機會可以找到喔 然後它們的價格其實都是日幣的 100多到200多之間 其實說真的不會太貴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嘗嘗看的話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買回去試試看喔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今天這兩種的口味都非常的好吃 尤其是這個燒肉的罐頭呢 我覺得它有一種那種牛肉乾的味道 所以有點讓我那種懷念起家鄉的味道 而且它算是好吃的牛肉乾 因為牛肉乾其實也有像那種好吃跟不好吃 像我記得好像美國他們所出的牛肉乾呢 大部分就沒有那麼好吃 可是它這個調味過的感覺呢 我覺得跟台灣的口味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說有興趣的話可以吃吃看喔 不過你們會特地跑來日本 吃一個跟台灣味有關的東西嗎 這一點就讓大家參考一下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 我覺得日本一些還滿有趣的一些商品的 實際的試吃 跟我一個吃後的心得的分享 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這兩邊 另外這兩邊是我的其他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人可以不妨點進去看看 還有下面這邊是我阿倫頻道 其他的所有平台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Check一下喔 それでは我們來看看 愛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燒肉罐頭 真的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只是沒有什麼燒肉感